本地活雞受禽流感影響已停售接近三個星期 本地雞農職壓大量活雞 政府明天將與雞農開會談談賠償安排 政府打算怎樣賠償呢? 政府消息指,打算向每項雞農發放每隻雞大約30元的欣述金 報償他們在禁售期間開支 不過有雞農和議員都認為金額太少 微補不到他們在禁售期間的實際損失 禁售活雞之下 本地雞農目前積壓大約50至60萬隻活雞 政府消息指,將會向雞農發放欣述金 每隻大約30元,涉及最多18萬公帑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說 每隻賠償額不足以補償雞農在農曆年停售活雞的損失 雞農方面暫時不能接受 這些錢彌補了21天 因為農曆年間賣不到雞 它要作出的特殊開支 例如資料 有朋友說每天需要用七毫一元 有本地雞農認為 事件是源於內地公港活雞受感染 拖累本地雞農 政府應該負全責 問題是政府把關不力 把細菌帶進來香港 令到我們有損失 而象徵是賠償一點點 我覺得有點兒那 適合春節 以往的價錢雞賣的價錢 最高就是春節價錢 但問題是賠30 成本還未到 普通一隻黃雞 成本也要55元 鄭展強說 活雞在新年的批發價 大約是101元一隻 即使是下星期二恢復賣雞 由於部分雞隻體型過大或太老 雞農要想盡辦法用平價甚至免費出貨 無線電視記者 尖前永不得 批發商方面 活家勤批發商商會徐名團說 原則上已經同意每隻雞賠30元安排 明天政府和雞農開會的另一個焦點 看看當局找地方 臨時安置內地公港雞隻會不會有新進展 謝謝